欢迎大家来到麦子学院 听我来为大家讲解Motion 5和Motion Graphic动画动效的一些相关经验和知识点 我是马志凯 我做Motion Graphic动画也有四到五年的经验了 以前也是作为一名动效设计师和动画导演 在接过一些商业的动画项目 那这门课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我做动画的一些经验 好那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知识点的学习 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这节课 我们Motion 5动效课都会为大家讲解什么呢 在这张图表里边 我们看到这些所有的知识点 我们都会有详细的案例和详细的操作来为大家逐个讲解 相信你听完我的课程之后呢 一定能够制作出一些自己的小动效 如果你还想继续深入的学习Motion Graphic动画或者是动效 在以后的高阶课程中 我也会为大家讲解如何制作整个动画的流程 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首先我们要对Motion Graphic动画有一定的了解 在有了了解之后 我们下面要来学习熟悉界面 为什么要熟悉界面呢 因为Motion 5是针对Mac平台推出的一个动画制作软件 它不像PC平台上的AE AE的普遍度要比Motion 5高很多 但是两个软件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Motion 5使用的人数比较少 我会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Motion 5的界面 让一些不是很熟悉Motion 5的同学呢 对Motion 5建立一定的认知 也有一些的熟悉 在熟悉完了之后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边就开始我们逐个知识点的学习 为配合每个知识点 我也会为大家分享一些小的动画效果 来配合这个知识点的讲解 首先是资源库 在资源库中我们能够使用滤镜行为等等 在这里边我会为大家讲解一个抠像滤镜 看一下如何能够把一个滤背或者是蓝背的影片做一个抠像 好再往下走 素材的导入 在这里边这一节的知识点最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导入PSD或者AI分层文件 另外就是导入序列帧文件 在导入序列帧文件的这一节之中呢 这个知识点会对摄影师特别的有用处 因为如果你学会了这一节 你就可以用Motion 5来制作一个你的Timelapse延时摄影影片 这一点对摄影师会特别的有用 再往下走 绘制动画 绘制动画的里边我们会讲解如何绘制一个小人的两只胳膊 然后同时让小人的胳膊会有一个小的动作 在这里边我们会建立一个特别可爱的小人 通过小人我们来了解什么是绘制动画 再往下边一个知识点 文本动画 那文本动画我们会通过 资源库下边的行为来为文本添加行为效果 让文本有一个运动的效果 它的这个效果会比Keynote做出来的效果更加的灵活 好 再往下走 讲解 遮罩动画 遮罩动画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在建一些想要有一些遮罩效果的时候 通常都是用遮罩动画来建立的 这里边也会为大家有详细的案例 我们通过案例来学习如何建立遮罩动画 好 再往下边 发声器动画和复制器动画 这两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发声器动画和复制器动画 我们可以通过它建立粒子 建立无数的复制效果 然后通过复制效果 不仅可以节省你电脑的内存 也可以让你的动画运动的更加流畅 那发声器更不用说了 包括粒子 包括数字等等一些效果 都是要靠发声器来实现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最后的两个知识点 摄影机动画和三维动画 这两个效果都是要通过三维效果来实现的 通过摄影机的建立 我们在动画里边实现镜头的穿越 或镜头的推拉摇移 这在Motion 5里边操作起来 是非常的便捷的 三维动画 有的时候你想实现一些假的三维效果 但是你又不会3D软件 那你在Motion 5里边同样可以实现一些 看起来很像三维动画的三维效果动画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Motion 5课程体系的知识点 相信你如果通过几个小时把我所有的课程都学完之后呢 你一定可以制作出你想要的动效效果 下边我们话不都说了 直接进入Motion Graphic简介